作詞文綺 李秀環 吹回生死和黏體心的舊達 才能救台灣 找回誠實和廉死 好 歡迎來到小電視的觀眾朋友來 鄉親士大大家好 我們今天很高興來一個 我們很勇敢、很勉強 玩台灣的女孩 聽說我兒子就對了 我們秀環 李秀環 現在看他漂亮 沒戳戳戳 前陣子在媒體看著 我嚇一跳 嚇一跳 那條路我都嚇過了 想怎麼會這樣 經過三五十年後 這種家庭暴力 怎麼會永遠存在 所以我這樣不敢 都不敢把你教養 我很早就想要邀請你來 我們豐富旺路 和我們海外外 鄉親 大家來經兵 好 我們先來聲鼓勵一下 好 第一次 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秀環 很高興今天可以來送 第一次的節目 我也高興幾天 因為第一篇上了這節目 心裡時代很忐忑不安 但是也很高興 有這影響可以來上這節目 請大家多多指教 你不用這麼客氣啦 我們這裡就像一個家庭一樣 以前我們都一樣走一樣的路 阿扁門嘛 你也是阿扁門嘛 現在稍微說一筆帶過 都沒有交代也不行 因為以前我這個電台 久前我有邀請施暴者 來我們這裡的時候 我說不說這台 他自己還要說 他都拿到你 說的都別人不對 都他自己對 今天我們有帶過 就是要跟你說 你怎麼這麼近 就可以走出這個 暴力的陰影 這麼近就能這樣 面對大家 還管理你那個美美的 怕街頭的時候 嚇嚇叫你 我非常感謝你妹姐 給我這個機會 可以在這裡 向各位親愛的朋友 說明這一切 其實一個人最希望的 就是我可以嫁到一個好的紅色 然後他就是我的全世界 他就是我的天 我跟各位好姐妹也是一樣 我跟選擇了婚姻這個過程 那我也把這個當成是我的天 既然我們選擇這個婚姻 就是說要忠於老公 忠於這個家庭 我也把他的需要 當作自己的需要 所以 可以說是24小時 都在這個公司 然後在公司 然後在公司 我們選民 然後像你妹姐說 如果是有怕街頭的運動 我也是不落人後 雖然我是比較不孝 因為要學習的還有很多 沒有啦 我又覺得你靠債 都很厲害 沒有 要學習的還有很多 跟這些的先輩 跟這些姊姊 都很替我聽笑 經歷過這些事情 讓我也認識很大的心中 因為我跟她雖然是沒有生孩子 但是我的公公婆婆也很痛 這個過程當中就是說 要成就一個事業的時候 我想 我是不遺餘力啦 但是 面對這個家暴 我也是要跟各位好朋友說 我們一定要勇敢站出來 像丁美姐剛才說 她也是曾經被施暴的人 但是 我覺得我們不能再像以前說 我們是台灣阿信 沒有台灣阿信這個事情 不要再說了 繼續做台灣阿信 我們只會去打死 為什麼最近有這麼多 分屍案 什麼情侶的家暴 這個其實都是 所有的人不能夠容忍的啦 連一隻狗 我們都不可能這樣打他 更何況是枕邊的人 那不管是男人女人 或者是孩子 這也是 我在提倡的就是說 在家暴的部分是 不容忍 不能容忍也不允許的 所以大家如果 做到這種事情 一定要勇敢站出來 我們還有很好的節目 可以幫我們做我們的奧運 也有很好的親近朋友 我們也不可以讓我們的 父母親近朋友 替我們擔心 是 要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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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己說 地攝才能夠救我們自己 113的專案 113的電話 極限拍馬 萬一對我們有担保的盪戰 對 但是盪戰 我們自己最大的 是我們自己 對 你是不是說 要怎麼自救 自救就要先有地攝 所以說我們的姊妹 無論姊妹 有的女兒也要賭到家庭暴力 對 這我也要聽說 家庭暴力 女兒也受到很嚴重 還有做事大人 尤其現在經濟不好的時候 年輕人都啃老族 對老婆也施暴 你看電視 經常都看到 對 偷錢都不偷錢 就拿來牽 對 阿嬤也打 白武也打 這很平衡的內心 是啊 家庭暴力 像是由人類幽數以來 都這樣 無所不在 心經裡面 頭一個家庭 就 小弟就台師兄 這樣一路走來 都是 只有更快沒有更好 這樣過就好 總是我們要健康就對了 要健康 要勇敢 對對對 現在我們來講說 你繼續 還有同樣的 服務我們的 我們不是說 充滿這麼久 所以我看台北市 你很幸運 你也走 也感謝大家 你很會的機會 我好像盡量電視 精力旺盛 因為走不走 每天都這樣照照照照 充充充 我就是說 好奇怪 怎麼能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你的腳蹤 因為我四個樓 所有人都說 阿秀環 秀環 我眼睛 他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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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來講 你這樣走 走基站 因為我們走這個基站 例如說 你現在已經沒有做 哪個基站 是立委的助理 是 你過去就是 在做 議員的 閒內住 跟閒外住 現在你就 不然 你也照相 讓他選民 我想這個初衷 是不會因為 什麼樣的 身分而改變的 我想服務的心情 一直都在 因為我在 中間八年的時間 我看到很多 我們這裡的 弱勢的朋友 真的需要 我們用心去關心 因為 很多人在 他們剛才的事情 求助無門 但是我看到這個時候 我們更需要 伸出我們的雙手 來拉他們一把 因為 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經歷的 我想 我也經歷過 像第一個 我們都是被害的人 所以我們都經歷過這一段 我希望 像我自己的過程 用我這種心情 來幫助更多 幫助的朋友 讓他們勇敢站出來 所以說 對啊 因為我們剛才說 事情的時候 我們自己 第一 我們的口説 自己說 是不是我做不對 是 第二 我怎麼會這麼不堪 第三 社會不知道要怎麼看待我 唉唷 我要出去 我很堅囂 我很無名 我的口説也是這樣想 我很想要脫離人群 真的 我很想說 這麼多食材 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要怎麼 雖然我怕是去給別人打的人 但是我感覺說 為什麼我會變成這樣不堪 我去給別人打到變這樣 我出去 我去免對這些人 我去免對這些人 我去免對他們解釋 原來我們人就是這樣打 因為我是 一個 你對著做不對 你是外派 你這個人是外派 不然我們會自己打到這樣 我們都自己 對 其實白人沒有這樣看你 但是我們自己射線 對 自己心肝在那裡 一旦自己戴帽子 戴帽子 對 就覺得自己做得不好 對 不然你是不是有第三者 你是不是怎樣 你是不是平座的緊張 你是不是個性很狡猾 人家都會想各種的方法 其實人家沒有這樣想 我們都一直想 人家會這樣 社會會會這樣子看 我們自己就說 我現在講到這個我就會想哭 因為這個過程 人家派的人 還要自己去找 台階下 其實這個過程 真的很不堪 像丁美姐剛才說的 其實這個過程中間 像你剛才說 我也是覺得 心理的這個戰動 也是很大的一個撼動 因為要走出來 真的是很不簡單 用死命和感情 在這段婚姻裡面 但是 既然過去了 我覺得我們還要 拿出更多勇敢 勇氣 然後幫助更多 需要我們幫忙的朋友 我想把悲憤化為力量 這才是我更想做的事情 是啊 我覺得秀蘭姐 你這樣想 對你來說 幫忙很大 我們想說 我買到我怎麼 一直要幫忙 家暴受害者 我就想 我很需要幫忙 幫忙的時候 我不敢去求救 現在我比較多勇氣 去幫忙的人 能夠救一個 就像救自己一次 是 救劉丁妹 救小丁妹一次 這樣一邊一邊 在幫忙的人 就叫到自己 那是自己的一個療癒 還要自救 那叫做自救 我覺得在人生的路途上 我們可以說 客人是 運氣運氣 對不對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好運 你如果計劃好就好 百分之五十 計劃壞就壞了 這都沒關係 這都過期了 對 現在最主要是 你自己怎麼走得更重要 對 現在我們來講一下 你現在有什麼價位 其實 從我給他看出來 那天開始 說實在是每天 他淚洗面 因為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他把我打 還帶小三小四小五 回去到我們的家 那這個家是 我跟他一手建立起來的 我覺得 要建立一個家庭 開始是不簡單 因為我們每天 每天睡覺 之外 都在外面 服務所 議會 都在做這些選民服務 回去到家 其實也都累了 其實我們沒有在 什麼私人生活 所以這個家是 就是我們一手建立起來 就是一個遮風避雨的 一個溫暖的家 但是 他也一夕之間 摧毀了這個家 但是那時候 讓他看出來的時候 那種心路歷程 確實是 很煎熬 要經過這個時間 其實也真的很艱苦 但是 我也很感謝 這些姐妹 這些朋友 還有我出來 我的父母 我的爸爸媽媽 然後我的兄弟姐妹 讓我這麼多的支持 讓我勇敢走出來 所以 這個時間 我走出來之後 我希望 我可以幫助 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我自己也 跟幾個好朋友 進入一個 小水滴富裕關懷協會 那 這個月裡面 我們最主要就是說 幫忙需要 這個 當下立刻有需要 就是說 我們能夠給他一些幫助的人 我們可以給他一個工作的機會 因為很多人去用拍的東西 他不知道要怎樣 他出來生無分文 真的 有的還要幫他幫忙 落花而逃 對 重心要去申請 健保卡 身份證 什麼一些 證件 還要介紹去吃頭路 他是不是吃的 那個頭路 他自己 自己也是個挑戰 對 我們要介紹他的人 也是個挑戰 所以說 如果要做這個 可以做好一個 一間家暴受害人的 幫忙協助輔導 讓他重新走一條路 那不是這樣 簡單 你想我們自己 剛才就像 似乎 剃掉一段一樣 對 所以說 你要做這個 我覺得 我對你很佩服 因為剛才丁妹姐 你剛才說的過程 就是我當初去掛出來 那種過程 是 就是歷歷在目 我那個掛出來 也是真的 可以用落花而頭來講 那時候真的 就是 辛苦洗好 跟他穿 辛苦的衣服出來 什麼也沒辦法 就這樣走出來 真的也是 很狼狽的跑出來 所以我也當 想像這種 被家暴的人 不管是 男性朋友 或女性朋友 我相信在家暴界的東西 你一定很想 離開這個現場 這是非常不堪的 那我們這個 這個協會呢 現在還在 申請的過程當中 但是 我們也是沒有停止過 我們現在沒有 因為我們在 行政的過程 所以我們停止 就說做這些事情 我們也有幫助 我們也有幫助 他們的小孩 可能他們沒想要打掃 我們就說 不可以讓小孩在外面流浪 我們就 讓他們學習 對 讓他們學習 一季之長 看我們這個學會 也有做婚紗的 也有學藝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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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食品的 也有開餐廳 我們都可以讓他們 立刻就是說 可以學到東西 當然你說小孩 一定是要在 就學的範圍之內 你如果說 比較大的孩子 他有高中大學的 他不想繼續就學的 我們也可以讓他們 有好的一季之長 我們也不怕說 孩子去學藝術 因為畢竟我們看得到 在我們自己的朋友的 公司裡面 我們希望說 大家都可以好好來利用 這樣的關係 當然也不光只是 秀環我在做這個事情 我相信我們社會 有很多很多 有愛心的朋友 也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朋友 我們一定要勇敢站出來 不要做台灣阿信 台灣阿信是要勇敢 但是不可以懦弱 不是說去學藝術就是應該 沒有誰應該背打 連一隻狗都不應該背打 我們是誰 台大的大學生 在台鳥就要拍幾個年 所以要勝算 他可能要拐到生生母 如果教你把他打的程度 他可能要拐到生生母 所以說現在看死了還在進行 沒有 我沒有跟他看 因為我覺得過去就過去了 我 這個 我很容易 你看 還可以走出來 小命還保得住還不錯 是啊 毀容而已之外 小命還保得住 但是我沒有去整形 你妹姊好好看一下我沒有整形 我沒有打針 我都沒有 你不知道那時候 你覺得那照片 看到到 怕心痛病 其實那照片 我也不敢讓我爸爸和我媽媽看 因為 新聞 每出來一次 我想對我的家人 就是再一次的傷害 因為 我爸爸和我媽媽很痛 他痛這個阿棟 也是痛到自己的兒子一樣 我們所有公司的外公 我們爸爸和我媽媽都是最早到 最晚離開的 老婆和我媽媽都做好了 小孩子 小孩子 小孩子就連孩子 小孩子就連孩子 小孩子就連盆 真是的 那都 那都 那都過去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人生的過程 給你說 連著說 你馬賽街老一棘 你的珍珠的皇冠 再多一顆珍珠 我們就要越多越用 我們現在外出之後 毅力的失敗 人家說漏氣球進步 我們也可以做我們的失敗 奉獻 遇到失敗的人 我們說成功 你也可以做你的成功 沒有啦 我實在是沒有什麼成功的 案例可以說給朋友聽 只是說 我們選擇一段婚姻 我們都希望是 甜蜜的公主 王子跟公主 過得幸福美滿的日子 這是每個女人都希望 但是既然我們遇到這個 我們就是一定要勇敢 聽出來 已經遇到 就是要勇敢 勇敢面對她 然後勇敢的站出來 我想這也是阿兵總統把我的鼓勵 他說 稍然那些都過去了 那沒關係 因為這是人生的過程 當然沒有人希望 會遇到這種事 既然遇到 這就是 你要最重要的功課 你要做的功課 既然你已經完成了 你勇敢過了 相信你跟別人 有更不一樣的 人生歷練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去遇到 因為這真的有夠痛 不光只是皮膚上面的 身體的痛 心的痛 心靈的痛 心的痛 心的痛 是一輩子都過不去的 情感的背叛 情感被背叛 情感被背叛的 然後那個 內在的那種刺傷 跟我們尊嚴的 當下那種 那種殺傷力 真的 不是親切的人說 我就去面對這個 去挑戰這個痛苦 我希望你這樣 這麼勇敢 我們台灣的女兒 大家都 肯肯都用手 你這邊這樣 之後 我相信你後面 處理事情 什麼的 果斷力 什麼都會不一樣 當然這是用皮膚痛 換來的經驗 這真的有夠痛 我也是希望 可以藉由我自己 這樣子的親身經歷 在我們的社會上 幫助多少需要幫助的人 因為尤其在我們芒果 我看有很多 我們的家庭 很多都是很不一樣 因為我們這邊 可能在家庭旁邊 很多就是在家庭工作的 爸爸媽媽 都很不一樣 所以對於孩子的管教 就疏於管理 現在可能都是阿公跟阿嬤 在國家的孫子 這種隔代教養 阿公阿嬤 大家都很疼孫子 但是孫子 有時候在外面做什麼事情 阿公跟阿嬤可能不知道 但是發生的時候 已經沒辦法收拾 對這個家庭來說 我相信也是一個很大的上海 因為孩子遇到這種事情 遇到這種事情 遇到這種事情 包括交到派朋友 或是被性侵 或者是說 這個毒品 吸食毒品 遇到派朋友 我想這都是每個家庭 所以沒有願意遇到的 我們就是盡力幫助這些家庭 是 一般的家庭遇到這種 說自己的孩子 去讓人性侵 那孩子也不會說 還有小男孩也是會 也是會 對 不是只有小女孩 會去遇到這種 小男孩也會去遇到這種 再來就是外面的金錢 還有對孩子 有學霸凌 學校的霸凌 是 不管你什麼大大小的事情 那北部就要照顧三更 那你說叫老婆 老婆去面對小孩的事情 他也沒有那個困難 他也沒有那個困難 他也不知道怎麼做 這就是說 需要我們社會 我們這個 有任何經驗的人 對啦 大家多一點點雞婆 那這些家庭 就有多一點點的機會 是 因為我們要做這個 我們也是要神經百戰 我們也是要很多 知道很多 活潤的理石 好 什麼樣 人跟人的中間 要怎麼處理 要怎麼切齊 我們才不會說 自己自己 自己整身 鋪鑽上昏 越幫越忙 對對對 我們現在 讓秀凡姐 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 我們就要來講 怎麼絕地大反攻 謝謝 感謝 女人當日強 絕地大反攻 休息一下 娘們大家回來 謝謝 謝謝